CBA中国篮球联赛的明星赛周 由CBA年轻球员组成的新锐队 跟中国大学生明星队共同上演的挑战赛 率先登场 身穿橘色球衣的大学生联队 开赛面对职业球员是毫不畏惧 无论是外线开火或者是强攻进区 都表现得更加强势 第一节是以25比17顶先CBA新锐队 不过到了第二节新锐队立刻反扑 在江伟泽的三分球出手后 拉出一波10比2的攻势 扳平战局 接下来分别拿下12分跟7分的黄荣奇和徐杰 也联手内外开火 让CBA新锐队一举超前 半场打完反倒以45比35领先10分 下半场来自北京大学的赵博清 先来的这次Sucker Strap还卖到犯规 他今天拿下17分 帮助大学生联队一度将比分追进 但经验相对丰富的新锐队一样画葫芦 接连强攻进区得手尝试稳住领先 只不过年轻的大学生联队也不好惹 第三节中小前靠着全场15分的张宁 三分出手命中 前面三节打完追到只剩下两分落后 看到这里大家一定很纳闷 咱们台湾逃手 效力与广州龙氏队的陈寅俊 怎么还没有画面啊 因为阿俊尽管是地主球员 今天却是完全没有被派上场 成为两队唯一板凳坐好坐满的球员 真的是有点闷啊 还有他的新锐队队友有人很争气 效力与吉林队的江伟泽 在第四节标进两颗三分球 带领球队拉出一波10比0的攻势 稳住战局 最后他攻下14分 也率领新锐队 中场是以83比75打败大学生联队 拿下胜利 回来体育新闻综合报道